iPhone 15 Pro Max 大家好,我是電話王達,編輯Ross 我們現在來看的是iPhone 15 Pro Max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側面可以看到有電源按鈕 頂端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按鈕 側面就是新的動作按鈕 動作按鈕要長按 長按的話會進入靜音模式 再按一次就可以變成解除靜音模式 然後這邊音量扭 然後整隻手機摸起來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重量 底部的話就是這次最重要的差異 USB 3.0速度的Type-C傳輸的效果 然後因為這次而變成說可以外接SSD來做4K 60fps的錄製 然後背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質感 鏡頭的話是鏡頭現在呢 iPhone 15跟iPhone 15 Pro的系列 都變成了2400萬畫素 那這個背面的話的質感呢 我覺得這次的感覺其實是比較有阻力一點的感覺 就是好像會比較卡指紋一點的感覺的質感 但是整體來講還是非常Pro的質感的感覺 OK我們來看一下相機系統 相機系統的話呢一樣是這樣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切換 如果是你直接切換鏡頭的話呢 它會顯示目前的等效焦距給你看 它像5倍喔 對剛剛講的是5倍的望遠對焦 然後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 反應依然是非常的快喔 3D的立體拍攝模組呢 是要等之後更新才會有 那錄影的話呢 跟拍照 這就是目前大家非常熟悉的介面喔 那我稍微來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 動作按鈕的功能 Action Button So 這邊就會有 簡單的Action Button的介紹 Silent Mode 然後 你可以選來進行 Focus Mode 就是進入那種 勿擾模式 那我現在直接試試看 Camera Camera的話 就是我來按一下快速功能鍵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開啟相機了 我再按快速功能鍵 它可以拍照 都是按快速功能鍵 快速動作按鈕 都可以進行拍照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Pro Max呢 也是有Dynamic Island 就是動態導的規格 然後還有AOD等等 A17的處理器 蘋果號稱這是 下一個世代的 行動遊戲的體驗 然後再加上這一次的 鈦金屬的機身的表現呢 也可以讓整台手機的 散熱表現會更好 雖然說我現在手上摸 應該是大家都玩過啦 所以說 它的熱度我覺得還是 稍微有一點在貝殼這邊 那我覺得這個機身的材質呢 摸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 我覺得還算是蠻合手的 而且沒有以前那種滑手的感覺 然後它又加上是 整個是比較霧面的材質喔 我覺得摸起來的手感 比之前好上很多喔 那以上 這就是iPhone 15 Pro Max的簡單動手玩 那歡迎大家觀看我們的 動手玩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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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